大陆民众气什么你知道吗 我们一直在忍啊 我一直在克制啊 这次是死了人 之前没死人的呢 抓了多少 关了多少 罚了多少 更加令人气愤的是 大陆是怎么对待越界的台湾渔民 我们是怎么管理的 就不怕比嘛 但是呢 我也看到有一些岛内的那些 那些那些天律阵营的东西 动不动就要讲什么大陆的什么政府 什么操弄啊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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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煽动啊 真正在维持这个局面稳定的 仍然是大陆的政府 仍然是这些东西 这个认知请务必正确的扭转 扭转开 而且呢 我说实话 大陆这边也越来越多的在形成一种共识 这种共识 我之前有一段视频 他们给我加了一个比较跳的题目 就是说讲道理是没用的 就是说光讲道理是看上去是没用的 那我必须用别的方式讲道理 我如果他说啊 就是说这个事情出了之后 其实台湾的相关的部门直接通过管道就把这个事情报给大陆相关部门了 报给大陆相关部门之后还加了一句话 说什么希望大陆低调处理 对我看到这个消息 有没有搞错就可想而知我们的善意被滥用到了何种程度 我很认真的提醒台湾方面就是你不要逃打 而且你真的不要以为大陆真的不敢 就是你不要以为好像大陆动手打你就只有彻底武统 这一个场景下会发生 也不要以为我们这边没有工具 我们这边工具有的是 这些事情本身没完啊 什么叫没完就真相究竟是怎么回事 现在根据 即使根据台湾已经公布出来的这些东西 撇掉其中那些拼凑的缺失的东西 大家合理推断 这艘船就是被你们撞成的 而且到现在为止 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撞成这艘船是必要的 就是野安执法 就是草菅人命 这件事情我们赶快带入正题啊 这事情发生到现在 在这段时间呢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的心路历程的过程 就从开始到现在 一开始是震惊 因为这个事情2月14号嘛 不是说情人节的问题 还在春节呢初五啊 财神啊 赢财神 就大家的这个情绪是在一个欢快的喜庆的高点 然后突然啪一个冲击下来 那么震惊 惊讶 然后大过年死人 意外死人 而且是用这样一种方式 在这样一个敏感的地区死掉自己的同胞 就是大家的这种情绪是一种冲击性的情绪 然后后面呢 就这边要说一点 就是说现在就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总体上大陆跟 就是大陆的网民去了解台湾那边的信息 尤其是台湾对这些重大事件的表态 它这个渠道是非常通畅的 那边有什么声音有什么主张 它第一时间就会到 就会就会看到 几乎像直播一样 所以呢 第二个情绪就是愤怒 就巨大的愤怒 而且是一次一次的 就是网上去提 就是台湾当局在处理这个事情当中 就你看 就差不多一个礼拜 就是现在是差不多是头七刚过嘛 第八天 第八天 你想他就这个事情本身 已经出了三个版本的解释了 一上来说什么 看到这边所谓的越界进入他们的水域 然后他们什么正常执法 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说我们这边什么蛇行 然后自己就翻掉 这个版本的说法一直持续到差不多就是 头七前一天到两天 就是大陆的这边的人到那边去领愚民回来 这边生还者回来了 他马上出第二个说法 说有多次碰撞 说有多次碰撞 之前是绝对不承认有碰撞的 对吧 而且口气非常的硬一度 就是说还要说什么法办啦等等 这样一些事 管碧琳说了很多话 这些话都是让人就讲了血压要往上升的那种 就这边死了人 你不赔礼 不道歉 不厘清事实 真相一上来就摆出那副样子去硬凹 硬凹了以后呢 发现全是谎言 这个也没有 而且这个谎言非常的慌腔走板 然后接着 这个回来了之后 又搞出了第三个版本的说法 第三个版本说法变成什么 就是荒诞的 就好比说 你后面一辆就不说船在上面 就好比说警车吧 不讲哪个地方 就有一辆警车追一辆民用车 追着追着 然后撞上去了 撞上去 然后警察说 这辆车用车屁股撞我车头 违反生活常识好不好 而且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每一次出来之后 他都自己打脸 比如说引起愤怒的一些具体的时间节点 到现在为止录音录像没看到对吧 录音录像 那根据岛内他们自己不管是规则 他们规定这批人出去执行所谓任务的时候 是一定要带执法记录仪的 他们一套班子身上 理论上应该有三套东西 第一个船上要装一个设计 这个记录仪对吧 然后他手上要有手持设备 然后身上有一套东西 然后有四五个人 然后说所有东西一点都没录下来 但是所谓翻了以后的这个救援 又都是录下来的 那你这个到底是录了还是没录了 对吧 就是我觉得现在像这种细节 已经不是大陆这边的人不相信 台湾岛内没有人相信的 台湾岛内那些 这些评论人员 这些时政的主持人 包括那些政治人物 也都出来讲说你这样是不对的 对吧 包括你看是许巧新还是谁 就不是说有那个海巡署基层的人 向他爆料嘛 说那个时间对不上 中间有一段时间被吃掉了 那别人就在想 第一个你这个时间 现场就有三十分钟不见了 然后你这事情回来 2月14号当天他其实就回港了嘛 但是交所谓的这个地检 所谓的检查单位去调查 中间隔了24小时到48小时 那你就隔了一天在干嘛 你是不是在对口供 你是不是在消费证据 你是不是在编故事 你是不是在硬凹对吧 然后呢 没有任何诚意 为什么没有任何诚意 就到现在为止 对于大陆渔民生命的死难 我不说别的 我们不说两岸关系 这边死人了 你要拿出一个态度来吧 没有态度 没有态度 而且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小算计 比如说好像说 说海巡署那边说过什么 说问他 别人问他渔民有没有去 就是做笔录录口供 他说那个 说渔民讲的话 他听不懂 所以没有录 海巡署那边 那渔民究竟讲什么方言 事后来这个在这边 到大陆这边 马上我们这边视频采访就出了 那你听呀 你听得懂了 你完全能听 非常清楚吗 没有 对吧 各种各样荒腔走板 就让人无法想象 只能有一个解释 就从一开始你就在撒谎 你开始就在撒谎 这个撒谎是什么 包括你看 他那个非常诡异的行记 就这个事情实际上是直到 他们不是现在出了一张图片吗 这张图片的那个两个船 怎么开的 他有一个轨迹吗 你记不记得 他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一直说 他们这边发现了 然后派人去 然后去了以后 说这个船看到有人 他就跑 跑的时候说什么蛇行 然后按照这个文字描述 我们认为应该是 就是一个在后面追 一个在前面跑 然后你这样子蛇行 然后不小心自己翻了 但是你这个东西 它是怎么跑出一个圆圈来的呢 而且这个方向也不对 解释不了 渔民已经在回航了 我说实话 按照他所谓的如果是 是驱离 你看到他走了 你跟在后面 你送他出去就行了嘛 对 对吧 那么站在渔民角度 正常的轨迹 应该是你这边一接触 他朝着一个方向去加速 他为什么会突然间转弯呢 而且转到会转了一个圈子呢 又绕回去了呢 你说你这个时候 我听到我们这边的采访当中 那个渔民说了一句话 说我们好好在那开 然后那个船开过来就撞我们 然后胖胖撞了两下就把我们撞成了 这个我觉得你甚至都可以从那个一小圈的那个当中 你去想象那五分钟当中 就是二话不说的从后面 特意切进去之后 胖推了一下 然后你这边开始一挣扎一摆脱 我再撞一下又回去 然后再碰一下 然后你就不断了 就这么回事嘛 那你不说实话 而且大陆现在也有网民在那边猜测 结合就是台湾的一些媒体人的推论 他们没有东西的推论 这是不是你这个 这就是执法纪录仪嘛 这东西大陆你看我们的后来登船林检的时候 我们那个执法纪录仪是拿在手上的 就到处走到哪是这个执法纪录仪先进去 固定好证据 然后我再进去的对吧 是这样一套东西 你这个执法纪录仪是可以录声音的 而且是可以录语言的 你们当时是不是在讲话 这个讲话里面的有些话 是不是不能拿出来见人 就是说我不说你故意撞成 但至少说就带了那种说了一些 因为在网上甚至有一些 我现在目前看成是你说是假设 或者说什么 就是说可能对一些圈层里面的人来说 想办法尽可能的去扣住这些船 然后去弄罚金 然后逼迫去低价拍卖船什么 他可能后面还有个生态链 就有一些灰色的和黑色的东西 是在水面下的 那这些东西即使不讲这些东西 这次大陆民众民怨沸腾 极其不满 极其愤慨 这个愤慨完全是自发的 就是因为有一个数字被拔出来 过去八年九千多次 你这个九千多次说白了 那我讲就从概率这个问题上来说 你这出这样的恶性事件 它只是个时间早晚问题 对不起我打岔 打岔 老师 所以说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个意外呢 还是一个算计中的事情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现在目前的这些证据当中 没有证据显示说 这一定是蓄意去一定要把它撞成 或者说这样说吧 你现在没有证据证明 它是基于所谓要把两岸关系搞砸的这种目的 去把这个东西撞成 从两岸关系的角度上来说 我觉得两岸关系已经够糟了 除非有人觉得你希望历时三刻打起来 并且认为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刺激两边就打起来 那这还能去讲一些故事 但我认为这方面的证据不足 但另一方面它告诉我们 就是一个很恶劣的生态 什么叫恶劣的生态 大陆民众气什么你知道吗 我们一直在忍啊 我一直在克制啊 这次是死了人 之前没死人的呢 抓了多少 关了多少 罚了多少 更加令人气愤的是 大陆是怎么对待越界的台湾渔民 我们是怎么管理的 这不怕比嘛 我记得那就 昨天我还是前天看了一档台湾的政论节目 他就说按照台湾的特点 过去八年 如果有渔民被大陆追了 不要说抓了 岛内早就满天风雨了 全世界早就嚷嚷的都知道了 就跳出来讲大陆欺负台湾 对吧 没有 没有证明什么 没有证明就是没有呀 那你这个东西你开什么玩笑 所以大陆后面说实话 官方的反应 包括海巡 这个福建海警局的常态化的执法巡逻 包括登川林检 我认为都是克制的 真的都是克制 不是假的克制 是实实在在的理性克制 还是在跟台湾讲道理 还是在就事论事 但是很有趣的是 很多台湾媒体已经说 这次这个台办这边 什么措辞强硬了 还有什么什么强硬的措施 我说句实话 在大陆民众看来 这证明什么 这证明过去我们的这些善意 你们究竟是怎么看待跟理解的 因为这些事情 所以这个东西的 在网上的这种情绪性 负面情绪的累积跟羁压 是极其显著的 但是我也看到有一些岛内的 那些天律阵营的东西 动不动就要讲什么大陆的 什么政府 什么操弄了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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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煽动了 什么 真正在维持这个局面 稳定的仍然是大陆的政府 仍然是这些东西 这个认知请务必正确的扭转 扭转开 而且呢 我说实话 大陆这边也越来越多的在形成一种共识 这种共识 我之前有一段视频他们给我加了一个比较跳的题目 就是说讲道理是没用的 就是说光讲道理是看上去是没用的 那我必须用别的方式讲道理 我如果只是给你非常 而且你会发现这个今天 那个徐晓霖开那个记者发布会当中 透露出一个很有趣的信息 其实这气死人又气死一批人 他说啊 就是说这个事情出了之后 其实台湾的相关的部门 直接通过管道 就把这个事情报给大陆相关部门了 报给大陆相关部门 这后还加了一句话 说什么希望大陆低调处理 对我看到这个消息 又搞错 就可想而知 我们的善意被滥用到了何种程度 这是不正常的 他已经扭曲了你知道吗 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后续大陆所做的一切 不是说什么就不讲道理 或者说叫大打出手 这种不是这种 不存在这种这么不理性的 非情绪化的这种反应 就是在拨乱反正 就是说 我跟你讲道理 是有各种不同方式的 我出动海警船 我去护鱼 我去登临 我恢复执法 我相信后面会看到什么样的局面 他的局面就是说 我就在这个区域里面 去维持整套秩序了 这个秩序里面 在我的这套秩序当中 在我去推这套秩序的时候 台湾的这些渔民的正当的生计 也同样是得到保障的 对对对对 当然你 你们这帮草菅人命的 你就乱搞一气 野蛮执法的 你就不用想了 你就给我出去吧 就直接给你推掉了 这点我相信也是可以 就大概率是可以肯定 或者说是预期的 而且我说实话 这个是占着道理的 为什么 因为你管不好 我们原先基于默契 基于善意对吧 我就 很多事情不是说 你管得好我不出声 是我忍了 现在我没法忍 这件事情就真的叫做 是可忍孰不可忍 没什么好忍的了 那后面 事情就不是像原来那样的做法了 为什么 因为给你善意你不懂啊 就给你机会你中用啊 那不客气 这个没什么没什么好多客气的